有不少家庭会购买空气清淨机 但如果是在城市里面建造超大型的空气清淨机 这就很罕见了 印度新德里是耗时一年半建造了超大型的空气清淨机 如果实验效果良好会推广到其他的地点 但有些人士认为建造和市营运的费用就高达七千五百万新台币 但是清洁效果只有半径一公里的范围 有点浪费 印度堪称是全球空气污染程度名列前茅的国家 根据美国公共卫生智库的研究 空气污染世界前三十名的城市 有二十一个在印度 全国十几亿人口当中超过十分之一 也就是一亿四千万人左右 呼吸的空气污染程度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有十倍之多 这其中最大的空污来源是建筑工地产生的灰尘 占百分之四十五 是汽机车等交通工具的三倍多 山下地方则是以燃烧废弃物为最大宗 对此首都新德里商业中心所在的康诺特广场 由地方政府建造了一座超大型的空气清淨机 它的运作原理很简单 从高二十四点二公尺的顶端吸入污染的空气 然后借着五千组的静电式过滤器 去除空气中的PM2.5等悬浮为例 最后再由底部四十组的风扇 把过滤的空气吹向四周 也就是说这个超大型的空气清淨机属于试验性值 期间暂定两年 整个计划经费包括市运转两年的预算 折合新台币大约七千五百万元 同时空气清淨的范围 限于半径一公里内的地方 印度媒体报道指出 有批评者认为空气清淨的范围 限于半径一公里以内 不符合成本效益 反而是浪费公堂 故事新闻徐家人编译